也是 劉生 不要馬而捕 吃草 老闆、朝小姐 五塊窮死了 老师,你是个大胖的老板吗? 我老公说在女人里面我算大派人 大派 大派 因为你看我嫁给我先生二十几年 他是那种 你知道吗? 你们看过他不久 这种眷村你把他灌醉 你知道身上有钱 没事,没事,塞钱给你,你知道 我现在就是这种 你们一看他就是这样好美 我要是不熟一点的话 大概真的没被他拍光 我觉得在家庭也是啦 然后企业当中也是 总是要黑脸白脸 总是有那句话嘛 我们说财善则人巨 所以老板很口温的话呢 黑人很闪,谁跟你啊 不好,我得邋遢一下 所以你是邋遢的 我比较一点,不过因为我 我自己也是很忙碌 所以管不了 如果真的有管的话 我现在再多好几栋房子了 开玩笑,开玩笑 客家人当老板要当心 那你才是咧,对不对 我不说 我不说你自己Google我 所以今天就要讲 其实很多那种经营的老板 非常抠门 令人发指那个行为 真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经济环境不好 他们还得硬着头皮待下去 碰到这老板没车 真的 咬着牙都要撑下去 今天一起来人神共分一下 今天有几个费份比较高 他可以提醒一下 老板应该要40个放宽 他应该也是小气的吧 我觉得 他喝醉也是会乱发小肺 第一位来宾是对小气 并要熟悉的节目制作人 玉玲哥 小气老板年纸百凑脸 小新年终没着落 哦 这是一个诅咒哦 对 这是诅咒 等着听故事 下一位是行销职场正家邱文仁 哈喽 不要决定叫小气的老板 请客 因为他一定会跟你要回去更多 哦 对 经验哦 经验哦 没错 诅咒 下一位呢 他熟知媒体的所有的小气内幕的 新闻工作者胡孝成 大家好哦 老板扣门 你只能淡定 不然就是喝红茶 如果跟他翻脸 他会叫你滚蛋 哦 淡定红茶 我先 你好新的哦 他只媒体接轨 他也接轨 有准备 有准备 好下一位能够最成功 让小气老板掏钱请客的 卢彦丽 欢迎 你好 其实呢 从来不请客的老板 突然有一天说要请你吃饭的时候 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诚意 但是别忘了 自己还是要带钱包去 是对面 有的没有人性的小气 玉琳哥有听过吗 其实哦 我讲老板之前哦 我讲以前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 也是可能也是校成的校长 那个校长的那个节省哦 是出了名的 节省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我们男生尿完尿 那打开水龙头就洗手嘛 这是好的健康习惯嘛 有一次他就一个同学在那边洗手 他就拍拍他 从背后 小老弟 你不要浪费水 然后那个同学想说 奇怪我打开水龙头上洗手有错吗 他说你尿尿的时候 你是两只手捧着吗 那同学说没有啊 就一只手 对 那该怎么洗校长 不要比 校长说 校长就示范给他看 打开水龙头 就这样洗就可以了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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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男友都厉害 请问校长看 你看有没有这个故事 厉害 厉害 是这样子的吧 就说 哪里沾到就起哪里就好 不要这么浪费 不要浪费水资源 等一下 学习幽默 这校长是客家人吗 不是咧 他山东人的样子 厉害 這是真的耶 以前我的阿嬤真的教過我們這樣 你知道嗎 這洗手 那妳也是這樣子 可是臉會反射 不是只男生臭臭 就阿嬤會有拿到什麼優優的 他我就看阿嬤洗手 就是只有前面這樣一點點 我說阿嬤你怎麼這樣呢 因為他說洗前面就好 對不對 真的 指尖的力量 那我要講真正的小氣老闆 是以前我待過的一家公司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跟那個曾國城有點像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開車送他回家 他50塊掉在我車子裡面 然後我車子開走 他也是叫我回來 回來他為了減他那50塊 那他的小氣行徑呢 很 第一年的時候我不曉得 他就是 我記得我是三月份進去的 然後五六七八個月 看他都 那個很和藍可親這樣子 然後也都對人都很和善這樣 到了差不多11月 就冬天跟春天的交接那個時候呢 他就突然就每天都搬起臉來 然後一臉很不爽的樣子 原來他是為了鋪陳什麼呢 鋪陳他那個 因為再來要發年終獎金 要過年了嘛 他就開始說 我那麼久 表現不好表現那不好的 所以那個月的年終獎 那一年的年終獎金 就只有0.3個月 這樣 0.3個月 人家都發一個月兩個月 我們0.3個月 0.3個月 他這麼幾天啊 10天 我還會是0.3年 0.3個月 他這三天就好故意要扯到月 好像比較多 數學比較好 我還有0.3個月 第一年我就當作 可能真的我們表現不好 所以他生氣呢 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因為我後來跟他 跟他5年 他那個套路 都被我看穿看破了 年復一年 年復一年 他上半年 到何許如春風 然後到了差不多 快遲一月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在鋪陳了 有時候明明營運得很好 他還跟你掰說 他去澳門讀書前 公司公司公司 那種傳統 不要傳統的老闆是這樣 都是 所以大企業會這樣子發生 我15年曾跟過一個老闆 就是他除了很 很摳門之外 他每天中午都要員工 請他吃飯 好想知道 怎麼開口 怎麼開口 他很簡單 他就走到 他下面有50個人嘛 他帶50個人 他就今天隨便看 他出來的時候 點到誰 然後就跟他說 今天是你請我吃飯 很多人不願意請他吃飯 那可能就是中午 一開始可以 對就落跑 所以其實三不五十 他最常走的就是到我的前面 因為我是算他的特助 那你常被點到 你跑不了 對啊 好意思說 對啊 然後晚上的時候 該是你報恩的時候了 聽我說 因為他知道我不是很在乎 他知道我不是很在乎 說請他吃飯 所以他都挑比較貴的地方 所以他還要挑 他會挑比較貴的地方 你不能弄個肉跟麵給他 但是我一鄉胡傳言是這樣 就是說 他對大家都很苛扣 只有對我特別好 因為每次 大家都看到 我跟他在比較貴的餐廳 但是其實我跟各位講 每一餐都是我付的 像我驗歷的話 大老闆對不對 對 其實我 我覺得我運氣很好 我大部分老闆都很大方 只有少數一兩位是真的 非常非常小氣的那一型 那我先講一個案例 這老闆其實他是某 金融機構 金融集團的負責人 現在在台前上其實還蠻有名的 有Top10的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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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好對照喔 我們孤影琴 你跟孤影琴 家族 然後呢 有一次他就也是 就跟我討論 因為喔 就是他平常不太請同事喝飲料 吃飯什麼 從來不 因為他自己平常也都很忙 那有一天他就是要跟我討論一些 這個公司 未來的營運方向 那那時候呢 我也是蠻重要的一個幹部 結果剛好 因為他行程真的很滿 然後剛好我行程也很滿 他說那我們一起來個午餐會好不好 我就說 好啊 然後老闆就突然說 他言歷 我請你吃飯 我心裡都在想說 老闆從來沒有請人家吃飯 他居然非常大方地說 要請我吃飯 我當然很高興 我說好好好老闆 我一定到 我一定到 結果到了下個禮拜 因為我下午剛好要去拜訪客戶 所以我自然而然我就帶著包包去對不對 那我們就約在公司附近的一個 還蠻不錯蠻高檔的一個大飯店吃午餐 兩個人吃得很高興喔 然後討論了一些公司未來的一些想法 然後還有一些預算的一個分配 然後聊完之後呢 因為我時間也到了 該不會尿噸吧 什麼 他老闆尿噸 沒有沒有沒有尿噸 重點來了 那個時候呢 就剛好要付錢 因為他要走了 我也要走了 我們的行程都差不多到了 結果老闆就突然講一句 他說 啊 業力 你知道 平常都是別人請我吃飯的 而且呢 因為我從來不帶這個信用卡 事實上我也沒辦信用卡 你知道這是良好的理財行為 不辦信用卡 然後我就說 所以老闆我先付是吧 然後老闆就說 對你先付 那我就怪怪的先付了 因為我有帶包包 所以我就先刷了卡 其實坦白說也不是很貴啦 午餐大概加起來 我印象中大概是八百將近一千塊左右 好 付完了 然後隔天呢 我就在想說 其實老闆有交代 我可以去跟會計請款啊 所以我就去跟會計請款了 然後會計就說 老闆交代 沒有交代有這一項啊 你要不要再去跟老闆討論 看看這一筆呢 到底要如何請款 很感笑 對 超尷尬的 我想說好吧 等一下 他是貴人多忘事 還是真的故意這樣子 如果你說 TOP3 他何苦呢 坦白說到現在 我也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個謎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貴人多忘事 還是故意的 你看起來很會爭取的那種感覺 我是 然後 會不會因為這樣被計小過 沒有 這也是 黑人一下太聰明了 還學公布來 來會計部鬧 計小過一隻 沒有 黑人一下太聰明了 因為我知道就是其實 我自己算了一下 一千塊嘛 你何苦為了一千塊 然後再去跟老闆確認說 這一筆錢到底要怎麼升起 然後又讓 會計部財務部的人 又跑去跟老闆說 你公布他姓名了 先報仇 不要不要不要 一千塊我們不是那種人好不好 一千塊我們還不放在眼裡了 好 如果 我幫你想一下 這個企業老闆 我知道你在看我們電視 就是 如果不想事情鬧大話 拿你們光的股票來還 總之 總之我就把那一千塊的金額默默給吞下來了 那這些事情也就傳過水文 無痕老闆從哪裡也就不知道這些 還有無痕你現在公開講 小職員會記喔 他也蠻好奇的 他會一直記著這個事情 對不對 對 在上班過程你們一定會 欸 老闆這樣子弄我 我記到 對 他會一直 會把這個記憶的帶進棺材裡面去 太累了吧 你那麼久了 我聽那麼多 對 小聖哥 如果說今天吃飯 你不負責這種主管 我們有一個方法 我們過去有個經驗 過去我們在報仇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主管 然後他就是 每次 求大家吃飯喝酒 他兩手都插口袋 最後大家變輪流服 到最後的時候我們就想 還蠻糟糕的 後來我們大家就決定 那天我們去一個 啤酒屋 大家就跟這個主管講 老闆 我跟你講今天不用你付錢 愛怎麼喝就怎麼 愛怎麼吃就怎麼吃 有沒有 我們就傳的情理就對 我們讓主管喝得好愉快 你知道 後來之後就倒了 倒了之後我們就開始就 穿他的那個皮夾 我們要把他送回去 你知道那天夏天 你知道大家有沒有 真的非常好心 我們把安然送到了他家 那附近的時候 把他放到地上 放到地上之後 我們還特別去 他媽娘去買了鱷魚蚊香 然後我們買鱷魚蚊 之後我們就看到人型 怕被咬 對我們怕他被蚊子咬 就看著 很激烈 對 我們就把他給這樣子 給點起來之後 然後我就買一頂雜東西 在他身上 很厲害 你太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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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跳的時候 後來我們這個長官隔天 有點不太高興 你知道 當然還不太敢怎麼講 我們就問他說 欸長官你昨天睡得還好嗎 他說那個 他們家對面有一個歐巴桑 早上四點半的時候 就要起來跑步 然後跑步的時候呢 就一開門 正準備要起跑的時候 突然間嚇了一大跳 尖叫一聲 為什麼 我們還有人在那邊在燒 好香香 什麼啊 居然趁老闆酒醉 偷拿他的錢 是有一次跟老闆聚餐 那老闆都喝了幾杯喝醉 喝醉以後 我看他口太鼓鼓的 我說老闆 你那三百以外不要還我還 沒有帶錢出來 我明天跟會計講 說有啊 你有錢啊 我就直接從他口袋拿出來 燒了一張五百的 然後我還找他一百五 他說那個 他們家對面有一個歐巴桑 早上四點半的時候 就要起來跑步 然後跑步的時候呢 就一開門 正準備要起跑的時候 突然間嚇了一大跳 尖叫一聲 為什麼 他以為有一個人 往生在那裡 旁邊還有人在那裡 手槍在那裡 手槍在那裡 哎呦 好快聽懂了 聽了這麼多 光怪陸禮的故事 老闆真正的小氣 行徑有哪些 有沒有分類 我們看第一個是什麼 加薪獎金 是個夢請客吃飯 不可能 哎呀 真的 真的 一般公司是不可能發生 對 我之前一個老闆的經驗是 公司業績真的很不錯 那公司業績真的很不錯 那他就承諾就是說 如果大家做得好的話 部門裡面 他對我們部門宣布說大家加油 如果做得好的話 業績做得好的話 每個人就是加五到六萬這樣子 五到六萬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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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到六萬 對 然後我們就很高興 然後當年年底的時候 就是年終宣布了 然後當年底的時候 公司就賺了 就我們這個營業部門 就幫公司賺了一千多萬 那我們就大家就非常非常開心 就覺得說 哇 這個這一次就是 絕對沒有任何問題了 就是錢一定可以到手了 到最後領錢的時候 就是隔年度四月份調薪的時候 一調的時候 每個人加五百 老闆的意思是說 老闆的意思是說 五到六萬是分給各個部門 然後分給各個部門 大家要去share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 你根本就是從一開始就是 就是畫大筆然後騙我 年立姐長這樣嗎 如果家先生很困難的事情 我不敢說長 我遇到過一次 那一次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比較印象深刻 而且我備受打擊 怎麼講 就是呢 之前我曾經在一家廣播電台 主持一個節目 那那個時候呢 我剛剛進去的時候 老闆就跟我說 啊 年立你沒有經驗嗎 所以我們的新選呢 我們就是比較心境人員 坦白說 底心真的是比較微薄一點 那我就跟老闆說 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承認我真的沒有經驗 那可不可以等到 我做出一番成績 包括說我們有一個 衡量指標 叫做收聽率 比如說我的收聽率 大幅全長的時候 您再來幫我做一個挑釁 後來就是經過三個月之後 我的收聽率呢 不但達到老闆的要求 機場 機場 甚至其實我是 扣掉音樂的節目 我是彈話性節目裡頭第三名 所以其實原來 對 原來是第六名 第七名的一個態勢 就是說我還沒有接之前 是第六名第七名 可是我做了三個月 是第三名 所以我就很開心 跟老闆說 老闆 要不要來履行你的承諾 就是呢 幫我調一點點薪水 那其實我 我真的是在乎 提摩基的 我不在乎你到底幫我 是調五趴 七趴八趴還是十趴 所以我老闆 他想了一下 他就跟我說 天立你也知道 經濟環境不是很好 我說是 對 有道理 他說所以我們 我想了一整個晚上 我想出一個方法 你看看可不可以接受 我說什麼樣的方法 他就說呢 嗯 這樣子好了 如果說你下一季呢 可以再進步到第二名 我就再幫你加五千塊 再下下一季 可以變成全國第一名 我再幫你加五千塊 我說好啊 他說可是 如果呢你再再下一季 又退回到第二名 我就必須扣你五千塊 如果說你再退步的話 可能再要扣五千塊 我一聽到這個方案 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我不是做業務耶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調整薪水方案 比較適合做業務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接受 那沒有接受的 當下其實我本來是想 立刻辭職的 可是我就忍下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樣的方案 蠻受到侮辱的 對 但是後來我就自己 還要扣錢耶 對 我就回來跟我老公討論一下 就是我覺得 我很珍惜我的工作 我起碼要做滿二到三年 我才可以離職 所以後來又經過了 兩三個月之後 那時候剛好公司 又有一些制度上面的變化 那我覺得累積的不愉快 真的是有爆發 我就跟老闆說 我真的是因為 一定的水準 老闆如果你不再幫我加薪的話 那我可能就要離職 因為你要求我做一些 業務上面的配合的話 我也都盡力去做 結果後來沒有想到 昨天老闆居然答應了 所以我一口氣就加了25% 好 我想要是真實的就是 所以其實就是 其實是 事實的要反抗就對了 你一直說這樣 不過這個老闆 大概也就是錢花在刀口上 他是 他不給你的時候 你還不是繼續做 對 因為他才給你 他知道我需要這份工作 來證明自己 很角色 很角色 對 可是這也是賭博 對啊 關於他來了 好吧那你走吧 那我就走啊 我可以帶著我漂亮的成績單 去找別的工作 對 都做就算好了 最厲害就是 不做最大嘛 真的 橘子 你應該沒這勇氣吧 沒有這勇氣啦 可是因為我老闆啊 就是我覺得他是很會算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 其實也是有固定的那種聚差 但是老闆呢 就是會把 譬如說客戶的喜酒 邀請他喝喜酒這種 他本身也是要包紅包 可能包個一萬啊 一萬五的 他就號召全公司的人 一起去吃那頓飯 所以就是說 他等於不用額外花這個錢 反正公司也是要撥個一萬塊啊 什麼的去吃那頓餐 然後就把 員工的聚餐的那個費用 直接就加這個 然後他又有排場 然後又可以吃回來 就好像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那我們看第二種情形是什麼呢 請款可以等等等 遲到早退馬上扣 扣 可惡急 對 請款這件事情 好像你們有時候要代電啊 對 代電到自己這個月都已經透支了 真的 對啊 錢都一直不下來 真的 發生有這種事情嗎 對 我有個朋友 他在活動公司上班 然後他們有一個長期配合廠商 他的全省都會跑活動 那理論上的話那個交通費啊 應該是要由他的活動公司先支出 然後再有 再去請款 再去跟活動廠商請款 可是他公司的老闆就覺得說 這樣子很麻煩 到時候查帳的時候 可能會有稅的問題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請我朋友先墊那個錢 他墊的錢都是那種高鐵商務艙 或者是高級旅館的這種錢 很好喔 他就一直在墊一直在墊 墊到最後他最高紀錄已經破十萬了 甚至已經墊到就是自己沒飯吃 刷媽媽的卡去那個就是先墊這些錢 然後他就去跟活動廠商要 因為真的沒有錢了 然後最後他兩邊都要不到 就是廠商那邊要不到 公司也要不到 哇 那就成效耶 對 他最後火大 有時候公司常會這樣子啊 會 他最後火大 他直接有一次活動結束 他把藝人的那個現金 直接扣掉那些錢之後 他就瀟灑的離職了 哇 那那藝人是誰囉 反正藝人的錢一定會要得到的嘛 對不對 喔 對也對 不過這種待電的情況 玉琳哥是常見嘛 很多嗎 有一種老闆很任性喔 他不是缺那個錢 任性 但是他不曉得跟你在僵持什麼 有一次呢錄影呢 我就那個因為 來賓多出了幾個 所以就多了七個便當 我就先訂了350 350不是大錢沒有錯 可是這個公司總是要有制度嘛 對 反正以後一直這樣 對啊 那你以後每次動不動 都那個不付的話 那誰誰願意先墊錢 那350付出去以後呢 那個老闆很奇怪喔 就是每天跟他講 他說 玉琳啊 350這個沒問題啦 小錢也是錢 他還這樣勸我 他說他們交代會計 那一天過一天呢 會計也沒給我 然後到了那個 那個月初發薪水的時候呢 那350也沒有放在 弄在裡面 那從這以後呢 就變成我跟老闆 這邊的薪結 好 老闆可能 350有薪結 老闆可能也跟我槓上了 覺得說你為了350那邊那個 然後我覺得說你連350 然後我覺得說你連350的錢也不還我 我後來怎麼樣要回這個350的 是有一次跟老闆取餐 然後老闆多喝了幾杯喝醉了 喝醉以後我看他口袋鼓鼓的 這次是小抽吧 我們小抽 我有讓他知道 小肥虎 我說老闆你那300也不要還我 來 依林我說沒有 帶錢出來 我明天跟會計講 說有啊 你有錢啊 我就直接從他口袋拿出來 對 抽了一張500的 然後我還找到150 還有一口錢喔 有資訊 欸 說也奇怪喔 從那天晚上以後 第二天我們看到的時候 就沒有疙瘩了 大家就恢復辦理錢的那個 只有在你心裡 那個情誼的 有一個公司呢 他發薪是5號 發薪5號很正常 可是 那年的過年 是二十幾號到二十幾號的過年期間 結果公布欄就出現一個布告 就是說因為發薪日是5號 所以年終獎金跟北約的薪水 都是5號在發 也就是 他們用這個方法來delay 發年終獎金 過完年才發 怎麼可能 因為公司的體系很大 那我認為是財務主管 他可能想要替老闆省那個利息 人家都是二十幾號的時候 年終獎金連下個月5號的薪水 對 這是很正常 對 對 所以這個上到是這樣 老闆他可能不覺得說 那筆錢對員工有這麼的緊張 可是對很多員工來說 哇他欠了這筆錢 過年沒辦法包紅包給爸爸媽媽 對 所以待人待心這公司應該不成功吧 沒有他可能 我認為他是財務主管 在幫老闆省那個利息錢 通常財務主管都是老闆的心理 這是小氣 好我們看第三種小氣老闆行為是 出差賠償沖業績 員工自己掏腰包 那不行 幫公司打拚還要自己掏腰包 尤其是送禮這種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電信公司上班 那他是主管級 所以就被規定說 你每個月一定要銷售 就是新號碼出去 然後才會有獎金 那他每個月獎金是大概三千塊左右 那一方面他是為了業績 不得不這麼做 但另外一方面他是其實為了面子 因為他怕就是被其他員工 就是覺得說你主管都沒有做到 所以他後來啊 就是自己幫自己辦的號碼 然後他現在一個人誇張到有五個號碼 哇 這跟很多直銷一樣 所以這種場地他就是直銷的 對 就你自己要先掏錢買 然後定一堆貨堆在家裡 循何以堪 那更沒有用 對不對 彥妮姐 這邊也是有這種經驗 對 我有一天其實是晚上做建設回家的時候 然後 建設司機就突然叫我燕麗姐 我想 蛤 誰 我怎麼會認識建設司機 然後就回頭說 燕麗姐是我 說喔 是你攝影大哥 原來他是某台某電視台的攝影大哥 是兼差 對兼差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 欸 攝影大哥你為什麼還要 晚上要出來兼差 你們公司福利不錯 他說 這你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們有很多出差的機會到中南部去 可是公司有一個很機車的規定 不管你是文字記者或者是攝影記者 你要在外面住宿的話 你一天的quota喔 就是八百塊 住宿就是八百塊 八百 對 八百塊錢 對 怎麼可能 然後我第一個反應是怎麼可能 QK的費用 QK的費用 那其實如果說你是 QK三個小時內 對 也許 四三個小時要站外面罰站 站到天亮 對 那如果說你比較偏僻的地方 也許八百塊可以找到 可是威尼斯很多新聞事件 就是突發的嘛 是零食 你必須守在附近 然後在附近這樣子住宿的話 真的就是比較昂貴 所以後來這個 就是攝影大哥他就說呢 他們為了補貼 不夠的差額 所以他們很多攝影大哥 就自己出來晚上去監裁 去開檢測 有的就開檢測 有的做別的事情 會吧 對 那其實後來他說呢 他強烈懷疑 也不是強烈懷疑 他覺得應該是呢 公司純粹就是希望說 壓榨員工 然後讓大家呢 想辦法去審吃錢 有讓公司的財報漂亮一點 我做過800塊那一次的經驗超慘的 吧 不是說他的設備有多糟 而是 真的是很妙 那個半夜是類似的 因為我一個人嘛 我那一次出台是一個人 我是拜訪大概10家 中南部的上市上會公司 然後半夜11點多 炫耀睡覺了 突然呢有人敲門 而且不出聲 我說你哪位不出聲 莫名其妙就是從那個門縫裡頭 第一張紙條 上面就寫說 超瞎中秋裡 徐薇老師居然想送這個 我曾經想過 我說 今年的中秋裡 乾脆每年大家吃得那麼肥 不要乾脆怎樣 徐薇英文文 然後半夜11點多 正要睡覺了 突然呢有人敲門 而且不出聲 我說你哪位不出聲 莫名其妙就從那個門縫裡頭 第一張紙條 上面就寫說 Dear 你寂寞嗎 我的身材很好喔 我也很耐操 也很會瞭解 她是男的女的 手機 就把手機號碼留下 女的吧 她以為你是男的 我覺得她是男的 因為她知道我是女的 她是女的 而且她用臉 就覺得你很會需要的樣子 你不找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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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剛好想睡喔 她有老公喔 我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我看起來一點都不飢渴好嗎 OKOK 但可能想鑽研會不會 所以她地址條進來 她就把她的手機號碼 當場留給我 可是我看你覺得很噁心 就把她的手...這個字條 妳有打吧 妳其實有打吧 我連打都沒打 我覺得很噁心 我就趕快丟掉 她的心理撕掉 所以這個有時候 員工要自己掏腰包 要自己認賠 玉琳哥有認賠的嗎 有時候公司這樣 公司的公司車 那公司的規定 有時候你也不能說她錯 因為很多員工 確實公司車開了 然後去撞車 那怎麼辦呢 該算誰的呢 或者是你闖紅燈超速 反正該算誰的 而且你們出外景 常常攝影班要加油 你們只能加... 就要加幾百這樣 所以公司的規定呢 就變成說 反正你... 只要是你們出去 那個車子出去 就是你們要負責要保管的 如果有什麼損害啊 要賠償幹嘛 就是員工自己要處理 可是有時候很倒楣啊 有的時候那個車子呢 它是那個自然耗損的 有一次狂風暴雨 然後那次呢 換我開車 然後那雨刷正常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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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極那個... 真的還驚悚啊 有一次呢 那個車隔了半個月才開 然後我一上車以後 就覺得說 裡面怎麼有濕透味 有...很可怕濕透味 原來呢 是那個老鼠 在那個... 引擎蓋裡面 然後呢 就整個... 引擎呢 有故障這樣子 像是這種東西呢 你去跟公司 argue的時候 公司就認為說 那個是... 也認為他說 是你們沒有把動物保管好 因為老實講 我必須承認那個老鼠 他也不是自己討來的 那個也是我們之前 他還做恐怖商業的老鼠 他們恐怖商業的老鼠 他們恐怖商業是禽獸座的事情 我們看下一種 尾牙三節裡超瞎 公司旅遊隨便玩 這就真的口了吧 可是... 對不對 現在公司還... 三節還是會固定送東西嗎 會嗎 會嗎 其實會嗎 有多少少人 然後我朋友是做醫美公司的嘛 然後醫美公司他們尾牙 剛開始在揭曉獎品之前 他都會想說 超高級的保養品啊 還是什麼... 什麼知名 什麼美容券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結果一打開之後啊 都是不家的 然後其實也... 譬如說美容券也是補助 譬如說給你的五百塊 你如果真的要做很好的話 你還要自己再... 一千啊 還是什麼的 根本就是... 就是... 只是聽起來很好聽 但是東西真的沒有很好 而且有時候還會拿到瑕疵品啊 或者是客戶推薦商品 什麼的 點標商品 對 包裝還沒有包裝很好 你都還可以看得到 就是裡面... 拆過的 對...就很差啊 那Kitty呢 我要講一個員工旅遊 那老闆真的很扯 他帶我們員工旅遊 我開心 哇好棒 結果是他的社區裡面活動 好... 好... 好嚇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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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 新藝區的四壽山 好... 像三啊 對... 魚群街那邊 而且還有更誇張 你要自備餐費一般 自備餐費一般 自備餐費一般 餐費還要自備 對 這根本就是跟他社區活動啊 好厲害 你們已經去過韓國了嗎 對啊 我們通常都出國 然後我們有一個抽 好嚇唬喔 下一個目標 員工有提醒說 或暗示要去哪裡嗎 今年真的要醞釀 因為我們最近正在全力衝業機 現在我公司非常忙 如果衝到哪裡 你會帶他們去哪裡 在醞釀 三月幾乎不能加 醞釀帶他們去參加那個禮民大會 好快喔 菲老師 這是首山的老師 而且... 還在青年節喔 你知道 可以大家在青年節 我不會喔 我不會來這樣子 但是我們達到某個業績 今年很難得不錯 你應該會玩得不錯 因為我自己也難得休假 我一定要去玩好玩 那我可以跟你們去嗎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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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三節還是固定會送嗎 我們一定啊 可是說句實話 老闆想得出來的時候做不出來 我曾經想過說 今年的中秋禮 乾脆每年大家吃得那麼肥 你不要... 乾脆怎樣 徐文英文文法密集 一家一套 誰一套 就是因為每次那個端午節 或者是中秋節的時候 不是協力場 他都會送很多餅嗎 月餅 月餅這些東西 那這個主管 他就會在第一時間 去把那些月餅 全部一個部門 他上面帶很多部門嘛 他就會跟他說 你們有誰要嗎 那當然沒有人敢說要 所以他就會累積非常多的禮盒 來全部報回他自己的辦公室 當公關這樣 對 可是他不是不會獎勵員工 我有被他獎勵過 就是我跟他做了大概第二年吧 第二年 他有一天就跟我說 他覺得我表現很好 所以他今天要獎勵我 那我也覺得 哇太陽從西邊出來 我很開心 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你要請我吃飯嗎 他說沒有 我買了一輛新的Benz 我買了一輛新的Benz 那我說那 然後呢 他就說我帶你去兜風 哇 他是不是喜歡你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停下來你就會笑死 那我心裡想 我等人還萬一沒笑死怎麼辦 這是比喻啊 謝謝啊 不要這樣吧 命一個 好命 我也覺得這次太陽打西邊出來 就也蠻好玩的 我就說好好好 然後我就跟著他 然後就到了那個地下室的停車場 我想他應該會帶我去兜風 我覺得做一輛很棒的新車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事情 嗯 結果他就在停車場 繞了一圈 繞了一圈 繞了一圈以後就說 好就這樣下車 然後我就說 他就這樣啊 他就說 這種感覺就是 有多大 有多大 九州人話說有那種馬有沒有 有 小狗的迷你馬那種 一圈呢 跳成哥呢 像類似這種三節新聞 新聞你們工作同仁也是會有送這個嗎 對啊 通常一般來講都會送 那我之前在一個電視台的時候 也是那個老闆也在送 那但是呢 後來這個尾牙會變成悲劇 這也是很了不起 那就是當時的時候最大的獎 就是一台那個休旅車 喔 而且人家有 這是整個集團嗎 對 整個集團不是新聞部而已 不是 結果整個集團的話是三部休旅車 一個人可以抽中一部這樣 然後呢 不是說 看了很多那種捕風桌影那樣 有些企業他是拿照片給你 他是真的把那三台的休旅車開到了現場 現場 喔 擺在那裡就是那三部 那個氣氛不得了 你知道那種氣氛真的是非常好 對啊 然後吃東西都一直看那個休旅車 你還是有興奮 我的 我的 我的一個女同事呢 當時一個女同事就抽到這一部 我知道他那時候抽到 所有人就是拍掌你知道嗎 大家尖叫這樣 對 後來之後他就上去 然後就還看到那個那個那個董事長 就拿了一個很大的鑰匙 對 然後就搬過來這樣 然後我們那同事還這樣笑得愉快 要拉一下 然後就很大 對對對 後來之後呢 結果呢 有一天半年後我們就開始 我就碰到那個同事 女同事說 欸 那個我要抽的休旅車怎麼樣 好開嗎 如果好開我也想買一台 那個牌子 嗯 結果我那同事說 什麼休旅車啊 我半年來我到底 我連個方向牌都還沒拿到 蛤 為什麼 為什麼 真笑耶 因為 老闆後來認為 那部休旅車還可以轉賣給別人 然後還可以至少撈到一些錢 那他又把那三台休旅車 全部都給賣掉了 那折線呢 那折線嗎 啊 重點不是折線 重點是員工 因為要為了要領那個車 要先繳那個睡晶 哦 睡晶 這樣很離譜耶 對啊 你繳了好幾萬的那個睡晶這樣 問題是在於 半年之後 連個車輪 連個方向牌都沒看到 哦 你睡晶繳了沒 睡晶繳了 繳了 對 這是下面的吧 對 那是老闆 這不對啊 好吧 他是老闆 那後來最後怎麼處理呢 就是 他就跟那個 那財務的話 就跟他講說 你要這樣要 當然 你沒有領到車的話 老闆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這樣我就把稅金 退還給你 半年後才退哦 退了之後呢 結果我那個同事拿 看完之後 拿到了稅金 退回來的錢 當下就第十三 知道為什麼 他拿了一個半年的一個支票 才開半年 半年後才兩 半年後再開半年 這個休旅車沒有領到 已經沒什麼了不起 十年前 我也抽到一台腳踏車 十年後 這台腳踏車 我連個輪子也沒看到 老闆 我的腳踏車到哪裡去 欸 你看會記哦 這個 曾經傷過員工的信 會記 欸 可是奇怪了齁 在社會上 在職場上 的誠信不是最重要的 這樣子的人 怎麼當老闆 對啊 很容易出事咧 他們一講的話 你們為什麼現在才講啊 他還在當老闆 他還在當老闆 不得不聽 不得不聽 不過尾牙每次好像 只要是那個電視台 新聞部好像都 蠻容易抽到獎的 對啊 而且公司那麼大的人 工程班蠻不爽的 每次都新聞部 尾牙是常常那個 剛來上班沒幾天的 那個怎麼會啊 然後對公司那個 不一樣 然後反而第一線的員工 不容易抽得到 常常是那些 那些會計啦 然後那個 總機小妹啦 常常都是那些人 抽到 很輕鬆 沒辦法 被菜鳥抽到 你們忍不爽 對啊 對啊 那其老闆定一個人發誰啊 就是說沒有半年不能抽啊 對啊 然後新人抽到以後就離職了 對啊 博總 對 這是一個博總 你抽到越大獎的員工 年後離職了 比級率非常高 很奇怪 真的 他們職業都會抽大獎 很可怕 菜鳥就盡量不要把自己名片丟下去 所以有的公司有制度就是說 你在到職多久以內的 才可以抽什麼等級的獎 應該要加 有一些 有一些老闆是加碼 譬如說 年資多少的才能把它 你要聽這兩個字 提了我毛就書寫 你很怕加碼 因為我不是很怕 因為我老公只要聽他加碼 就批檔 他不想聽加碼 那加狗好了 那加狗 吐狗還瘋 幫你幫我們狗 好 我們看下一種 最後一種是什麼 一起求酸限制多 自己準備比較快 好多耶 可能跟你用那種很爛的 速度很慢的電腦 你們公司是有配硬體設備給你們嗎 不是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在寫真頁 然後他是一個美工 然後我去找他 他就從地下去走上 他就說你怎麼劈頭散髮的 然後我想說好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跟著他走下去 陰暗 你知道他的那個燈光 因為在地下室已經是沒有窗戶了 他們是四個燈 只放兩個燈光 然後就是他們不能開冷氣 所以呢他們是沒有超過30度不能開 所以他們都用公用電扇 用工業的電扇 用力吹吹吹每個頭髮都劈頭散髮 然後桌上的文件都要用東西壓著 然後我就去廁所 他的廁所 那燈是那種小燈泡 然後就很灰暗 你就覺得 橘黃色那種 他們老闆在店的 而且他們是甚至自己去買那個台燈 想說自己裝嘛 然後老闆就會罵 就說不准裝這 因為會浪費店 然後每個人都 那整個辦公室很詭異 就很灰寒 市民媒體集團 廁所居然沒有衛生紙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主播 我們就看到手上捏著衛生紙 然後大捆著 我會想 這個就是老闆 好尷尬喔 他們某些人 抬頭那個自動咖啡機還真可怕 他那個就是有咖啡有可樂 我曾經 親自在那邊弄 然後按下去的時候 滴下來不是咖啡 是蟑螂 上 上 連三隻滑下來 連三隻啊 對啊 他因為頭下腳上這樣子 放放放 連三隻 哇 這個 我現在自己帶出來 我後來問工人 沒有 工人說 沒辦法啊 他說那個 因為你那種咖啡機 可樂機 裡面都是糖分嘛 那當然 這邊就關得進去啦 對 好噁心喔 小誠先生 我碰過很多老闆 真的是 號稱叫做人間奇品 為什麼叫做人間奇品 因為我之前在一個電視台 當主管 然後我們那個老闆要施施 他什麼 那個面子 喔 他不提供 他是不提供衛生紙 啊 怎麼辦 你要知道 那個不提供衛生紙 他用自己的內褲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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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碗 又發現沒有衛生紙 他行啊 一起 我以為是用口罩啦 還用口罩 還用口罩 好開心喔 可以 你打蛋 你打蛋 你學長的話 學長 本來到底講說 你為了要什麼節能減碳啊 什麼節省啊 就要做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們也都能接受 但問題是在於 我們是電視台耶 我們那個部門叫新聞部耶 我們有很多的主播耶 然後我們的主播呢 然後進廁所的那個地方 正好就是我們很多員工休息區的 那個出入口罩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主播有沒有 我們就看到手上捏的衛生紙 然後大捆的 我會想 好尷尬喔 對啊 又寫孩子 然後拿著那個小的那種 先塞偷腸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好尷尬 然後滾出來 滾出來了 滾出來了 不要想出來 然後還有偽裝成圍巾 以為他們留穩陣 怕被抓包 就那一次 那一次的時候就是因為有幾個立法委員 然後來找這個老闆在談一些事情 那其中有一個國民黨級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立法委員 現在還是立法委員 現在還是 對 現在還是 結果他就肚子不舒服啊 然後就跑去上廁所 對 拿內褲穿 他犧牲啊 一條內褲 高級主管的那個廁所 平常很少有一班員工會上去 對 而且那棟大樓 而且他那一層樓裡面的話 上班的人真的沒幾個 所以當這個立委就這樣子 衝進去之後 方便輕鬆了之後 他突然就發覺 沒有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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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救無門 對 求救無門 然後呢 他又在跟老闆在開會的時候 他手機又放在會議室裡面 哇 那真的很慘 那只能坐著等著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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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打太久 就拿他打火機地炒一炒 所以結果他怎麼處理 他怎麼被他怎麼處理 我們這位立委呢 就在廁所 聽說就在裡面這樣子 蹲了一個多小時 一直在呼叫 就說有沒有人有衛生紙 有人嗎這樣子 一直到後來之後 你那個老闆的命說 發覺 哎 其他怎麼有了 有的立委就在 他一直沒回到 他一直都一個小時 因為大家都已經想 怎麼要走了 發覺那個立委就見了 但是那個手機還在那個桌上面 最後他就趕快跑去 才發覺他現在沒有衛生紙 然後就在裡面撐了一個小時 學老師二十幾年前 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明明跟我講好 一堂課是多好錢 我就好高興說 我這個月上了這多好課 我應該領到那個錢 對 結果後來我一拿到我的終點費的時候 大概只有七成左右 哇 怎麼可以這樣 對 我就嚇一跳 因為現在被你老公跑去哪裡 不是 我就嚇一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後來我已經這麼辛苦地教完 他才告訴我說 其實我們是用分鐘來算你的終點費 因為你一堂課 我們接課一堂課 一堂課是三個小時 但是呢 我是不是三個小時就給你 就以為這堂課是多少錢 可是他說 前面有二十分鐘小烤啊 那中間十分鐘下課 全部不適合 拿包到你風間去尿尿幹嘛 他都給你扣掉了 就是他把扣 身上有植物晶片嗎 算得那麼準 對 所以後來我領到的時候 我嚇一跳說 啊 跟你跟我講的不一樣 可是呢 當下我真的是覺得 一股怒火衝上頭 因為覺得是被欺騙的 然後 然後 艷力教的 忍耐忍耐忍 忍下來 忍下來才有今天 所以學老師 又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當年的老闆 現在事業成就一定不如你對不對 這個不是很奇怪 對 對 忍耐 忍耐忍耐很重要 忍耐忍耐怎麼樣 忍耐忍耐 台灣 忍耐忍耐 公平期間都是 公平期間 對啊 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